李卓人議員 其實是事後去講 然後真是怪獸的家長 就是要捐一些小朋友 但是大家 我知道月流淑儀說 其實她是想有個城市 有些數學奧林匹克 這個奧素是很好 但是有時候我覺得 你變成沒有看到另一個問題 就是当我们一路去吹谷宣传吹捧精英的话 是会令到其他不是精英的小朋友 是有很大压力 也令家长有压力 人家的子女就精英 我的子女不是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就是我很不想做到一个情况 就是香港已经是一个压力煲 可不可以大家议员 全个社会 真的大家不要给那么多压力 我们的小朋友 那变成你小时候开波就要承受压力 当然精英老实说 你不需要培育他自然会出 他自然会搞定的 他自己有兴趣数学 他自然好像主席你那么精英 你的数学你一定标青数学 那你想想你自己小时候 你小时候你是不是要人谷的 你不用人谷的 你自己有兴趣你自然跑出 可不可以不要制造一个压力出来 要谷的人不是精英 要薄到谷到去做精英 因为精英的东西 其实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 犯数的精英 我不是说那些不是精英那些 可能你不是做个中英而已 你可能是文科精英 可能你是其他 你煮东西是精英都可以的 一个人的志趣很不同 就是不要将社会一定要 摸到个人一定要这样的样子 而我很担心 今天那个议案呢 其实是吹谷这种精英的心态 而是对那些非精英 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就是我们就最不想 是有这个效果 所以我们工党对这个原议案 是反对的 但是另一样东西说呢 就是关于另一个修订的议案 就是叶健元的修订议案 就是我们是绝对支持 那个修订议案 因为我刚才听到呢 就陈恒彬就代表民建议是反对 但是李慧琼所说的东西 应该全部是支持的 应该 因为他是PSA的受害者 TSA的受害者 他自己都不明白 为什么要搞这种东西 所以其实我觉得 整件事就是本来我们那时候 为什么要废除学能测验 希望大家不用拘捕小学生 拘捕得那么伤 谁知道现在政府搞回头呢 就不止是要一次操一次 要操两次 三年班一次 六年班一次 将小学生的生涯 还更加痛苦一点 为什么要搞到这样呢 我不明白 当然局长等下可能说 我们不是要用学生 去定学生的成绩 但是等于刚才也说了 你不是定学生成绩 你是定学校 那还不断 借刀杀人 借校长的刀 去杀在教师那里 再杀在小朋友那里 大家一起在压力锅里面 校长受压力 教师受压力 然后一个压力转移去另一个压力 然后转移到小朋友的压力 那有什么意思呢 搞到小朋友 小小过 不可以有个快乐的童年 就是要他 逼他 去操 而操 是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呢 为什么我们 现在很多的 有钱一点的 有资源一点的家长 都去国际学校 那其中一个原因呢 就是国际学校不会操你的 但是 为什么不操你 而家长又这么喜欢呢 就是有些家长真的选择觉得 其实给个小朋友 有个快乐的学习的 成长的一个机会和环境 好过你操去 因为最后 学不学习是靠个小朋友自己的 他有兴趣 你引发到他的兴趣 他就自然会努力 你们现在TSA的我想问 你启不启发到个小朋友的兴趣呢 你启发不到 反而就打沉他的兴趣可能 本来他可以快快乐乐去上学 变成要悠悠仇仇回家 因为他那天又要做习作 又要操了 为什么要搞成这样 我想问 为什么 是不是为 你说我们觉得为了香港的教育 是很重要 我们希望培养到那些学生 第二天出到成为一个社会栋梁 但实际上你是倒米的嘛 这样搞 其实家长我觉得 他们选择去国际学校 已经是用脚头票告诉你 现在我们这一套谷那一套 是没用 是不受欢迎 是没成效 我真是很希望 是给小朋友一个快乐点的学习的生活 就是我觉得 其实香港的小学生已经太多功课 我觉得任何功课不应该带回家的 那就是夜晚 当然另一个香港问题没有亲子 因为那些父母都不回家吃饭 但是应该就是他不带功课回家 然后夜晚是亲子的时间 但是父母跟他有个感情交流 有个一起玩也好 一起做一些大家活动 这样就建立了关题 但是香港不是的 只是大家回到家就吵架 因为一个一边说要做功课 一边就逼他做功课 大家都是不开心 我希望TSA其中是一个罪恶之源 希望去尽快废除 谢谢大家